我要請教李局長 阿表還有什麼進展嗎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新議員 跟這個東森大學任務設分號這個 現在這個進度的議員補充補格 他在100控印的時候 沒有合定他的設合的結尾 總經過的顧客差不多要6.8億 100控制他送環境影響評估的報告去送信 沒有,在去年一月的時候 環境影響評估環保守有一個討論 就說所謂地質斷層經過的地帶 所以他要求東森大學要補上地質安全評估的資料 跟分析報告 所以我們因為議員在等級的關心 我們也有肯定在追蹤 這幾個月我們還有下定位去學校那裡 也有發講問去 他們的回合是說 他們現在已經委託一間公司 在替他們做這個地質評估的分析 所以他們預定 今年會半年會把這些新的資料 再補上去環保守繼續辦理 你說這裡齁 我剛才開了 校長第一面來 第二面副校長第三面總部長 沒有人來了 不敢開公廳 我剛才來講這是說 騙感情沒關係 和土地就要騙他 這土地比中山台那裡 我們隨時對中 因為這個中山台要去任務設合 其實是包括議員在來 大家好不容易精處理來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希望說 這個事情會破局 所以我們定期跟對中 對中有新的進度 一定跟議員在這裡報告 十年了呢 要不要再幾年 是不是市長要每個學校 市長要拜託說 因為這裡很多要讀中方大學 中方大學沒有要來 理由很少嘛 搞笑 那裡比較好 環境比較好 誰要用公義好 那裡可以這樣 沒人要來這裡 沒關係 我說要貪博 那時候沒有來 我剛才有教會說 這裡二十四公斤 高雄市長 可以好好利用 我剛才說的 我們很多商店都不夠了 警察局 我們的體育局 如果有生理 那些所在 木蘭豬秋隊 我們四月十月要貪 我也要去看 開始這個合目 大家要去推動 我們要去關心 不然你增入一個 一千萬 陽性銀行 投資公司三百萬 提不到三百萬 還有住所 還有三萬 還要一千萬 這一千萬 兩年三年 就沒了 就沒了 希望我們要找到商店 來讓這些選手 做專用商店 專用廠 沒有人去找到商店 有人去找到 我為什麼不可以找 所以我在叫他 說 比較快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 任務的銀行 九萬 我是在說大車 大車說 你都插任務而已 大車沒發電 那個地方就 除了大車發電 這點我拜託 在後期 如果沒有行動 我是可能會帶人去 空間 行動 這樣好不好 再來 如果要來 拜託 我們地政局 甚至於 保護總隊的旁 有一個九十七公斤 那邊大 這很重要 因為我都看了很多 大車 不然我沒有土地 每天都去 光臨山 那裡 圍中一大堆 所以拜託 我們地政局 跟土開出 比較快 到九十七公斤 可以 來公辦 我們區大車 把那個環境 改變 這樣未來大車 可能人要大 會比較好 人家說我們的環境 我們環境 真的還長很多 我要請我們局長 看整體這個事情 這也進行 十幾年 有什麼進展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沈議員 跟先委員報告 這個區段情形 就是大社區段徵收區 對 差不多有九十七公斤左右 因為 他在 一百公斤年十個車 的時候 他就有做一個修正 有一個附帶條件的通過 所謂附帶條件 就是說他要把公益性必要性的評估報告 一致 一併送到內政部去 所以往後我們就開始做這個公益性必要性的評估報告 在那一百公二年 一百公三年十二月 一百公三年十二月 二五的時 內政部的公告那個 斷層帶的一個敏感地區 他也是由這家通過 所以我們在那幾年六月 把這個公益性必要性的評估報告 上映到內政部的時候 內政部就 回復說 你先把這個地質敏感地區的一個安全的一個評估報告 就要釐清了以後 再送到內政部去 所以定義說 就像我跟李主任說的 跟共產黨一樣 就是這個地 因為這是屬於那種地質敏感地區 所以那個地質調查 地質的安全評估 要做一個報告之後 才能上來就沒有了 我們現在是正在做 這個 剛才上網到三月切山上網 馬仔要做評審 要選這個規劃的一個單位 來幫我們做這些專業的一個報告 到近年裡面 比較有這個報告出來 所以我們盡量來對中這個 這間隔的進度 這以上跟新議員報告 感謝 因為大廠的萬壇嘛 我是說 不要人家那個大廠 過期大廠來促人家鄉 還沒有人家鄉 民國四十二分用 結果結束都對人家鄉 我如果感謝市長 這五年來 他比較認識人家鄉 照著我們市政府 大家 大家所有團隊都認真打拼 所以環境好 大家都幫我們人家鄉 結果被大廠農務 所以拜託市長說 這要緊的 市長這幾年 大家人家鄉人家鄉 如果沒有合併 人家鄉都開了那麼多 這公文工程 我都聽得到 這點 拜託 我們同關心的 第一運動產業 我只說 看能不能生這個鐵獄 運動產業 這是什麼通通的 我們怎麼做 國際地面都不管 運動 尤其高雄的運動 我非常感謝這次市長 現在三連霸 我們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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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高雄市的運動 代表地都帶在世界 我們知道高雄 這點 我拜託說 市長看有機會沒有 沒有啦 市長改造的時候 市長改造的時候 有機會把鐵獄 來承認 等你生一個狗這樣 這樣可能 有局長這裡比較不會累 臭到大家都 都扁扁了 這點拜託市長 看有機會沒有 因為我又很關心很久了 請市長 請市長回答 我想謝謝沈醫言 第一個 我們對任務大聲 我們會繼續用心 我們整個愛河的上游 做翻譜 這現在都在處理中 當然 接受到任務這部分 還有大聲這部分 還有很多 會要求所有的團隊 快馬加變 我們的任期剩下不到三年 那我會覺得我們都有責任 在我們現在應該完成 我覺得這是正前 我們都會努力來做 那另外我想 要不要成立體育局 那高雄市是一個健康的城市 喜歡運動的城市 要怎麼樣子 來 我們內部會再來做嚴謹的討論 這也是一個鼓勵 一個西區很健康 一個西區 要發展很多 整個運動的行業 運動也是一個產業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同意 我們會內部來進一步 因為我們一方面 高雄市 當然 人事上必須精簡 那我們相關的基礎 要怎麼 在整個原有的組織章程 要怎麼來討論 我們願意很認真 嚴肅來討論 謝謝 謝謝 張議員請 謝謝 謝謝大位主席 我們市長 我們事務團隊 以及我們電視機 總關心我們市長的 我們的好朋友 大家有安 在這裡當然 剛才我 也聽到我們的心議員 在建議我們的 運動發展局 我先問 陳市長 剛才也有答覆到 也要非常的重視 當然在這裡 時間上的問題 我不便 再來去 浪費一些時間 在這裡 再來 我要再來去 拜託 我們 這 我一直在不敢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的 野太陽 這在這裡 我一直在不敢 我們的腳獄 那些八線 來面臨到 這種 收入 今天的 鐵皮屋 收入我們的 拆除大隊 來把它拆掉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 做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我們的建築法規 我們的建築法規 是在六十年 靠建築法規 但是這個小材 是三十五年 就有 蒙牌設立 當然 這裡的房子 可以說 很多八線 他們很不清楚 三十五年 設立之後 樹同合法房屋 這是樹同合法房屋 但是 我們七十八年 有可能 我們這裡八線 要領到 都市計畫當中 來圍著做 道路用地 甚至 開之後 三千 一些 變既靈地 所以這就是 因為我時間有限 不然我都 介紹得很清楚 這就是說 今天 我們把它拆掉了 因為要領到一個 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它基靈地 本來 它是鐵皮屋 還可以 面臨到 在這裡 有 安示一下 但是呢 我們的七十八年 我們 讓我們的 政修道路 拆成一個鐵皮屋 現在呢 拆基靈地 拆基靈地 這是一個部分 這是一個地址 但是 在後面 跟頭前 你拆掉了 要拆掉 張亂 要拆掉 沒有辦法整合 這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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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掉 部分 拆掉 變成 這個八成 他買買 又沒有材料買 要拆 又沒有材料拆 本來還沒拆 他一國要有幾千塊收益 現在他拆掉 買拆 又不會拆一拆 買買 又沒有人買 但是 我要 拜託 我們剛才吃得好 公務吃得好 是不是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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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到這一種 情況之下 是不是我們政府 要來去整合 這個地 要來去整合 誰之家 八成 現在 常來跟我說 我再拆一拆 沒關係 他沒拆 他沒辦法 像現在落後 他也沒材料 剩一塊 也沒材料 接下來 這個八成 他買到 剩十幾倍 這個八成 本來 他在這個地方 在衛生 現在 他現在在這裡 跟大買買 又沒有人買買 現在大買買又沒有人買買 但是 現在這個八成 但是 當然 有可能 我們如果他了解到 這個八成 因為這種 過去 受到我們政府沒有辦法 才能照顧到 我們 這個上 我們的憲法 有保障我們人民百姓的財產 安全財產 但是 這是個人的財產 這是個人的財產 帶著鐵皮屋 面臨到 我們的裁除大隊說 我們是鐵皮屋 就是違建要拆掉 但是 有可能 很多人知道 他是怎樣 困境受到 跳 跳土的困境 這就是 面臨到他有一種 特殊原因 吼 我是說 像這 這個楊小姐 如果來 你跟我講 我如果再 錢給他打一下 會比較穿油 也比較不會用 做 用一些本質 變成髒亂 吼 我們好不容易 把我們的草蜂菌 整治那麼成功 那麼漂亮 要來去 現在把它拆這樣 就像髒亂 沒有辦法 整合 這就是 說 我們政府 要處理一些工作 吼 我們八生 他的需求 是不是要來 賠償到 做這個互動 不要讓 做成這樣八生 這種的傷害 吼 因為這個方面 我要 簡單吼 要提供給我們做產科 因為我時間有限 吼 待會兒我們的複補兄 再來 吼 這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案例 另外一個案例 吼 這個 八培 這間八培 八培 八培 是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他這個塞魯馬頂管 這間塞魯馬頂管 打的 他四十年前 塞魯馬 我們那個 以後 他要造一個 倒去 然後他還搭這個 老頂 但是這個 鐵比較特殊 這個鐵 比較特殊 是以前我們市公所的鐵 但是呢 現在併我們的財產籍 我們的財政局 把財政局 因為 稅域的問題 現在這個阿桑 在這裡 將近六十七歲 因為這個稅域的問題 來去造成傷害 這樣是這個阿桑 他有這個稅域 在四十年前 那個稅域的名字 為了不是他的名字 這樣 現在在 花年已經拆割了 拆割說 已經阿桑要拔走 阿桑大家就在那裡靠 所以就是說 我們政府很多的工作 稅域的問題 沒有辦法來達成一些 這個阿桑在這裡 衛生 在這裡大 他要拎到 現在要去做房子 沒有能力 所以現在 花年他破了他死 有 所以大家就在那裡 有話沒話說 阿瑪一直 剛才來到我那裡 我看你 哇阿桑就剩下我了 就來你告訴我 那時候我才要去做房子 齁這就是說 阿我們的 政府咧 有很多說在 稅域的問題 我以前有跟你們說 這是稅域的問題 阿這個稅域咧 這就是 三人情 為了他們的糾紛 阿我們三人情 他還給他設這個稅域 這三人情 雨樓這個 可以兩年多錢 還給他 一個新的稅域 這就是我 他說 我們在設稅域當中 真的要去 很了解 很知道這種情況之下 不能馬 馬虎的設計 齁 這就是兩年多錢 還給他設 雨樓的設計齁 這就是我 要提供給我們 這場課 因為時間有限 時間有限齁 阿 我要提供給我們 做參考而已齁 阿我們 不要浪費時間 也不用答覆啦 阿我們 請林議員 謝謝 康議長 市長 各位 市府 各位工作團隊 議員同事 大家好 我有兩個議題 是我們民生 隔絕的問題 我覺得 台灣家門 這個小黑 有問題 這屬於三年 前 陳副市長 我們 做環保局局長 應該有運送 政黨 我們中心有爭議 也有提出來 這個問題 但是 陳副市長 這個局長 其實 中央 還沒有決定 是歸哪一個單位去管 大家 今年齁 今年 我們既三地區 既米地區 真的 淪陷會嚴重 我既然九點外 我不敢再外交 衛生區 衛生區 上到 後人上到 說真的 上到去 大園 這一個 很責任 到底 衛生 衛生區 有時候我們去鄉 說 你們八里去家市 你們說一下 這是要怎麼處理 真的 事處無策 只要 用鞍咬鞍鞍咬鞍也沒用 咧 哪有人說 鑲櫎 有時候整個鐵 都放很多 沒的 東西 我一天 鞋鞋 現在發言到 鞍鞍鞋 使用 鞍鞍鞍 去粉 但是 鞍鞍鞍鞍 好 大鞍鞍 來 怎麼處理 你說 那租 那租 有夠租 現在我以前聽我的議員說登革的問題 登革就是英雄廣公 但是這個家門的問題在我們基於地區 屬於不僅是英雄廣公 還有英雄的親情 有一個長輩都在玩 說福伯啊 我的孫子都不想回來了 因為他的怕 回來了回來了 回到整個城府都是紅豆的兵 魚才會回來了 孫子都沒有人回來了 這真的嚴重 包括 我都不想選了 我有時候中在家 要留一個 屬於不可以留 要洗一下子去看不 這個看不不 我為什麼要請教 這個 那個進 到底是誰歸屬 我以前陳副市長有話說 他有包括環保局 包括衛生局 包括農業局 包括農業局 因為他的天理是蜻蜓 我沒有聽 現在哪一個學校 教授他 也要富裕青年的計劃 有在實施 但是 我們整個問題 真的很嚴重 一陣子 你如果去那加仙 讓你外面 讓你不會坐一會 我那天去那加仙 去政那個任務 叫主委 王文三營 坐下 好 我老爸這腳 恐怖 那天去六九 也沒辦法坐 去安蘇明堂 你如果去安蘇明堂 你也沒辦法坐 震 屬於我們基地 真的有 恐怖的事情 所以說 因為這是看部位 所以我跟安議員 當時就時間 看是環保局 衛生局 農業局 大家共同商議一個 主要的對策 要去把這個問題總處理 因為現在讓我們登國人也在 裏的房子 是不是因為這個 甘蘭 不會加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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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需要 影響的信任 它加仙的肺 這樣去在青苔 放人 是不是我們這個房子 登國在學 請說一同伴你 跟安的老伯生 跟他們告育 他教你的青苔啦 通通要清除 這既然 放不到 是不是誰要答覆一下 等一下答覆啦 因為我這個人就時間 還有第二 我去人家 都在分東西而已 都沒用分的 沒辦法啦 說真的啦 沒用分的 讓人家頂到 發阿妹 還進 好好 好 好好更嚴重 爸爸 這六貴國小 小孩子 真的不敢搶鐵架 哪個學校的 我們基山地區 那些小孩子 沒人敢搶鐵架 搶鐵架 搶鐵架 整個都是 那些大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 有這個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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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 跨部會 跨部會 是不是 可以 環保局 衛生局 農業局 等待會兒 再回答一下 還有一個 現在六股的一個重要一個問題 這個啦 因為這六股 六股沒有都市計劃 要去家 真的一天早上去水利會長那裡 我又在秋分江帶一個人去拜祭水利會長 我說他們有一個鄉親因為大財源現在人家 要去一間農舍 要去農舍他是要合法建造 身體建造 但是合法建造一定要有新精 那個污水排完許可 安甘有局 政完處 這當然啦 但是 但是六股的高娃 真的可憐 因為六股沒有到市計劃 第一 沒有大牌 沒有區牌 就像這個啦 像這個一塊一塊這個 平衡完全都百人的土地 平衡完全都百人的土地啦 剛才獨特剛才有一條 安國六教的 台灣水水高 他怎麼說呢 以前這條水高我沒做的事 是一個那個土溝 自然台灣的土溝 他要搶就OK 沒人做 現在一定要經過 國六教他們的水高我 他們的許可人做 國六教 連他甩你都不甩你 我那天喔 那天要求 抗招啦 他人出來沒辦法出來 他派一個水里站出來 那個角度站出來 真的甩你都不甩你啦 啊這個 那些 那些 他們的阿不區牌 阿阿不搭牌 他說阿紀元 我們要怎麼起床 要怎麼 因為起床 你建管處 建管處 他一定要有你的 水里局 台灣許可的證明 這可以給你啦 好 但是 怎麼做 也沒有呢 所以說這個問題喔 我是說那個安建管處 公務局局長 還是水域局局長 這個東西 要怎麼去處理 整個六九啦齁 整個六九比較高的 都沒有大牌 也沒有取牌 他們的污水廢水排放 沒得牌 沒得牌 新生建造 沒法動人 沒法動人 這個新生出來 阿這要怎麼處理 阿像公務局局長 麻煩一下好不好謝謝 謝謝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我想 今天讓議員 這個資料 送來我們這裡 我們含水里局這邊 來協商一下 看 這是到底 要走到一個方向 要怎麼來解決 因為我真的手 有三間 有三間 都在我們交換 這個那天 那個 楊先生 跟我們的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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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這個 有三間 有三間 水溝 他走 他們那個 公路局的路路 需要他們動議書 他也不可以回答 他 有的 在那裡 那裡 有 但是 我們那個 那個 建管處 也需要他們的動議書 但是 他們公務局 公務局 也不可以回答 那天 他們要燒焦 怎麼樣 怎麼燒焦 所以我們這個 種族的一種問題 是不是水利局 達呼一下好不好 這是 幫請我們報告 其實排水溝 這個是道路 邊的排水溝 這個很顯然 就是在排水管轟的需求 對 所以這個 只要是排水 當然就可以排到排水溝 但是他們不要 他說 我這是在 拜一就給水而已 家庭的汇水經過處理之後就不是汇水 對 他是清潔的啦 他有汙水處理 但是他們很堅持不來就是不來 跟公務總局來協商一下 好 拜託一下 因為六個 進行要起訴就沒辦法了 民生問題啦 現在來就是因為時間上 剛才小黑文的問題是不是 農業局還是環保局先答我一下 請農業局回答 請在時間內回答結束 謝謝議長 謝謝林議員 那麼小黑文的問題 我們在講台灣很問的 在103年6月我們市府內部 有召開整個分工的合作 的一個協調會議 那麼針對不同的區塊 以不同的單位來負責 那所以說你剛剛講的一個公共產業 是有環保局 學校是用交易局 那這個有分工 我拜託一下大家有做委一下好不好 那不然進行萬全 你這樣不夠多的車會怕死啦 既然大家 也市府已經有 決定有分工了 我拜託一下 大家有做委一下 我沒有衛生局 還是環保局 要先噴一下 你們看你們去宣導這樣 好嗎 拜託一下 沒有你們 為了你們自己稍微參與 好謝謝 接著請高明寧議員質詢 15分鐘 好謝謝議長 市長還有我們所有市府的團隊 那還有所有關心高雄市政的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今天要討論的要質詢市長還有我們市府團隊大概也跟我前幾個會期持續在關心的幾個議題有關 我還記得上個會期的總質詢的時候還有包括在上個會期也是一樣市長的市政質詢報告裡面 我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長期以來我們台灣我們國家的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長期的縱北清南導致我們的高雄從過去一個重工業的城市一直到我們縣市合併 結合了三層結合了傳統的漁村 結合了很多的工業區 面臨一個需要翻轉 需要轉型的一個一個時機 那當時我在上一個會期第二個會期的市長市政報告質詢 還有總質詢裡面都提到 很快的也許在520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 將會是一個民進黨中央跟地方全面執政的一個新的政局 所以在這裡我想也重新請市長還有我們市府團隊一同來回顧 上個會期我所要求的包括第一個我想要請我們的城區市長跟我們未來的蔡英文總統 準總統來要求我們地方的財政的自主權 我想市長您在這個高雄翻轉2016的這個施政報告裡面也提到 不管是財政劃分的這個這個法令的問題 一直以來 雖然現在有行政院的版本的修正案 但是其實一直都沒有辦法去回應財政資源分配的結構性的不公平 而且也沒有辦法去回應到每個地方政府的一個財政失衡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串聯其他的都市一起代表我們把南方的聲音傳達給未來的執政的團隊知道 不只是財政劃分的這個法令 還有包括我們在健保跟一般性補助款的這些核定的方式 都必須一併的來做檢討 因為據我們所知 從過去縣市合併以來 五年中央政府 短給我們高雄市政府八百一十八億 造成我們高雄市財政非常的困難 第二個 在健保勞保 健保費用的補助上面 也是從一開始的北高平等 變成高雄市要還款比較多 另外又針對非涉及的勞工 他們又補助給台北市 所以造成我們高雄市非常多的南北不均衡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 所以第一個要請市長跟蔡英文準總統要的 就是一個財政的自主權 讓我們的高雄的財政 讓我們地方能夠在財政的自主的前提之下 去做更多的公共的需要的政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市長您在您的施政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包括要要求石化總部南簽 包括我們有制定一個工業管線 那目前送到中央 包括我們國工營事業要如何合作 包括我們洲際貨櫃中心要如何來推動 我想其實這無非就是要跟中央去要一個 另外一個權利 那這個權利就是產業空間規劃的權利 產業發展的自主的權利 我想這邊特別要跟大家甚至提醒市長的是 我們經濟部有一個文啊 還有包括內政部推估 我們109年產業的用地需求面積 竟然給高雄只有486萬 所以我在這邊是不是可以先請教我們的金發局長 或者是請教我們的都發局長 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大高雄市有很多很多正在推動的一些工業園區 正在 正在規劃甚至也送到我們中央去報邊 那包括我們大高山地區的嘉華福島工業區 包括我們羅斯金屬扣建的園區 包括人物產業園區 包括未來南興遊艇專區 這些這麼多的產業用地的需求 到底我們的需求是多少 中央又覺得我們只有多少 那我是不是先請都發局長來做回答 請都發局長回答 謝謝議員 那個剛剛議員講的沒有錯 事實上那個營建署在去年 今年的時候他有 有分配所謂的各個區域的那個產業用地的面積的一個分配量 那整個南部地區總共被分配到的是大概將近五百公頃 南部地區不只是高雄 包括屏東包括台南只有將近五百公頃 因為這個現在全國的區域計畫裡面 他的一個所謂的修正的一個草案裡面 他有針對產業用地給各個不同的區域 就是北中南東四大區域 他給他一個所謂的工業用地的一個分配量 那北部區他分配到是一千兩百多公頃 那我們南部地區不只是高雄是含其他南部縣市 總共才分配到四百多公頃 五百公頃不到 那於是我們收到這個內容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跟精華局這邊一起來討論 那大概精華局有給我們提供我們的需求量 那需求量就是以現在未來在五年以內 我們高雄市政府目前在規劃在進行當中 大概需求量就差不多將近七百公頃 那所以我們大概就馬上就發了一個喊去表達我們對這個數據的一個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 希望他在這個推估量上分配量上能夠給予高雄給予南部地區更多的量 因為畢竟我們南部區很多他們是 因為他是 但是營建所那邊是收到的是經濟部那邊給的資料 那經濟部給的資料 他是用所謂的 呃 經濟的成長率 以及用水 供水供電量來去推估 所以他得出這個數據 那我們有反應說這個東西是不正確的 好謝謝我們都發局長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我可能要請我們的市長跟市府團隊特別的注意 第一個財政的自主權我們看見了南北的不公平 第二個在產業的用地我們又再度看到南北的不公平 北部地區竟然是一千兩百八十二公頃 南部地區高雄包含台南包含屏東 這麼多個縣市竟然只有五百多公頃 而我們真正實際上我們大高雄需要的就已經超過了 已經是七百多公頃 所以在這個部分也是我要請我們的市長 在未來五二零巧英上任以後 一定一定要努力去跟我們的中央爭取 呃本席在一百零五年去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曾經也召開一個公聽會 是針對大岡山地區螺絲後建產業跟農業發展的權衡 所以除了要請市長 針對我們整個大高雄地區 包括我們大高山地區 裡面產業用地的需求 重新跟中央來做協調跟爭取之外 對我們整個地區 包括到底要怎麼發展我們的農業 提升農業 又怎麼樣去解決農地蓋工廠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 我等一下也會請我們的市長來做回答 第三我大概也希望市長能夠去向中央爭取海空港經營管理權 因為呢這個可以有助於我們區域產業的連結我們的國際 包括我們現在的亞洲新灣區 有很多過去都是屬於港務局的部分 港務局不釋出他的空間跟我們去協調 那我們的整個港區 包括附近鄰近的這些腹地 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如果中央能夠放權給地方政府 放權給我們高雄市 參與這個港政 參與這個港府的經營 甚至呢讓港府經營可以逐漸邁向民營化 我想這都是我們市政府所要努力的方向 再來也是要談有關這個傳統產業的面向 是談農業 我想市長您應該依稀都還記得 我們今年1月24號發生了霸王級的寒流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永安地區 彌陀地區施木魚跟永安石斑魚 農膽石斑的損失都是上億元的非常非常的慘重 那當時本席跟我們在地的立委 邱志偉立委也邀請我們中央 農委會漁業署來下來勘查現場勘查 並且召開會議多次 那市長您也在2月1號有到現場去勘災 那這整個過程我們也再次看到了 中央的蠻憨不作為 我們看到他們氣這些漁民不顧 不願意延長辦理現金救助 不願不願意去延長放寬這個救助的對象 我們看到他們一直一直都不作為 而我們地方能做的 包括加強清運的人力 包括要通報我們民政單位 請我們的國防部加派相關的國軍來協助清運 我們能做都做了 所以我想在這個議題上面 我們可以再次看到中央跟地方如何的不合作 我們看到中央是如何的漠視我們高雄的需求 漠視漁民的需求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我也想請教一下我們的海洋局長 我想這個含害災後的處理 其實陸陸續續在從1月24號發生到今天 其實應該也處理到了一個段落 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卡在我們的所謂的養殖登記症的問題 非常多的這個漁民有反應啊 實際上的放養面積跟養殖登記症是完全沒有辦法一致的 以至於他們在申請災害救助 甚至要貸款的時候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我們海洋局已經有把我們相關的自治條例 已經進入市政會議也進入到議會 那準備要進行審議 那接下來我們再協助這些漁民的這些含害的後續的作為 有沒有什麼作為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王局長來做答詢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高議員 我想整個針對含害後續的處理的部分 我想第一個 首先整個陸上養殖登記症的自治條例 已經送到議會來 已經經過市政會議通過 已經送到市議會來整合 那我也已經拜訪整個議會法規委員會的召集人 那我想說希望盡快來通過 通過三讀通過後 我們就正式來報行政院來做核定 再來就是說針對後續整個含害復養的部分 只要整個我們在爭取整個農委會部分 整個養殖屬這邊 對整個現金救助的資格能夠放寬 只要能在六個月內 從截止的時候六個月內 然後到這預估大概就是到八月 如果說可以輔導這一些養殖戶 能夠取得合格的養殖登記症的話 他同樣也可以納入現金救助的範圍 當然再來就是說 農委會也已經在相關的立委的協助之下 推出了相關的已經擬定有相關的復養計畫 包含魚苗益生菌等等的這些相關的這些補助 我們現在也都在積極的 跟所有的漁民做協調的部分 我們也成立了整個養殖技術復養的輔導團隊 然後針對整個相關的這些受損的地區 進行孫根的輔導以及復養計畫的擬定 然後還有他們整個復養的部分的申請 那另外針對永安的台電的溫排水的部分 我們也開始會進行做嚴寧的動作 好 謝謝局長 我想特別把這個含害的事情拿出來 在市長質詢的過程裡面去討論 原因就是因為我希望讓市長知道 我們在這次的含害事件當中 我們看到漁業署是如何的滿寒不作為 甚至到一直到了最後 是我們高雄市非常多個立委 直接跟行政院長溝通 才有後續的這些放寬跟救助 所以我想未來在新的520民進黨的 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 我想所有中央的這些行政團隊 如何來跟我們的地方政府來配合 一起來協助 一起來爭取我們高雄市民的權益 這個部分也需要市長用很大的心力 來做一個協助 那本行也即將在本這個禮拜五下午呢 能召開一個公聽會 針對我們的含害的後續的檢討 跟高雄市的養殖政策的全面性的檢討 也會邀請所有的專家學者 還有一些漁民代表在我們的市議會召開公聽會 那屆時我也希望我們的海洋局長能夠親自到場 那像我們的一些漁民朋友和我們的學者專家來說明 我們高雄市養殖漁業政策的下一步 第三我想要講的是交通的面向 還記得上了會期的總質詢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講交通 那特別是在講這個鋼山路竹捷運的延伸線 那前面今天的質詢前面都一直在講南北的失衡 在講我們地方因為中央的局限 所以讓我們地方沒有辦法自主 無論是在財源上無論是在產業的土地取得上 還有第三個在交通上 我想市長您應該都還記得去年的總質詢裡面 我們講到高雄要申請這個捷運送的案子 送給我們的中央交通部 來來回回十幾次退回 然後終於第十四次第十五次 鋼山終於可以從南鋼山站延伸到火車站了 然後火車站後續要延伸往北路主站 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個下文 所以我想在這邊特別要提兩個數據 南北的差異在哪裡 北捷每百萬人平均有35.99公里的捷運 我們的高雄人很悲慘 一百萬人只有23.31公里 那更悲慘的是什麼呢 中央核定台北捷運的經費 是核定高雄捷運經費的5.12倍 台北現在核定了20條 幾乎是每年一條捷運 總經費達到10270億元 那我們高雄呢 現在到現在還是只有紅線 橘線兩條 還有一個水岸輕軌 所以我想這些南北的資源的分配不均 南北的資源的不公平 都是需要市長在未來520 蔡英文上任以後 努力為大家爭取的 那最後還有幾分鐘的時間我想 不管是公共環境衛生的面向 我們想要爭取成立國家級的熱帶 我們想要爭取成立國家級的熱帶 還是爭取熱演藥中心 還是我們太早的順風文化 要怎麼樣去國防守 跟國防守 跟國防守 跟我們的國遊財產 還要爭取掉這些地 我想這間已經拖延了很久 我們一直希望在嘉康山地區 可以來做文化沙龍 自演談了好久 都沒有嚇我 所以我想今天我的職業最重要的 就是請市長 可以把這一次 不管是你2014年的百萬支持度的名義 不管是在2019年小英總統 等高度的高雄市民對他的支持 用這些支持你們的名義去向重要爭取 爭取出我們高雄人的要領的東西 那就是公平 那一下請我們的市長來答謝 請市長簡單回答 因為今天市長對 非常謝謝高議員 我幾次在公開 不管是演講 或者是對議會的答謝 我都很清楚 我們都希望高雄 我想我們縣市合併以後 整個中央給高雄市高雄縣的補助款 減少了818億 然後中央對於整個 在我今年的施政報告中 我已經提到 對於整個勞健保會的部分 整個補助台北市325億 高雄市大概是36億 中間有差9倍之多 總而言之 這些的不公平 我們都希望透過未來 我們的高雄市集的立法委員 再跟中央溝通協調 那我想 我相信新的政府 是一個會溝通的政府 我也會覺得是公平 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 這個部分我們會全力以赴 謝謝 接著請三位議員要聯合質詢的 那三位 曾立彥議員 方信淵議員 還有總召曾俊傑議員 三位聯合質詢 多少時間 四十五 四十五分鐘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還有各位市府團隊 那我想 我代表我那個選區 我相信 我們在那個鐵基路沿岸 都很 樂見我們這個鐵路地下化 那當然鐵路地下化 在民國一百零六年 可能會來通車 那對於兩岸未來的發展 我相信 周邊的居民 都非常非常期待 那我要針對說這個 市立重劃 這個七十一期 這個中央區 我相信 應該是我們的陳 陳副 比較了解 我待會兒都請陳副 來回答 市長 那我要跟 市長報告 就是說 其實 這些中央區 何不樂意 得到重劃 因為這兩邊的騎腳 長期 尋到我們鐵基路的噪音 還是空汙 的汙染 何不妄意 現在鐵路地下化 要讓中心來景觀改造 當然在這個改造當中 當然 中央 是代表我們的發展 那我是要幫我們的這些地主 來做一個陳情 尤其我們這個地主 說實在 現在 都發局 過了之後 其實很多地主都不知道 是之前是有公告 但是說實在 一般地主都不知道 等到 開始要來開公 聽火 要來給他們 聽廚的時候 他們開始 緊張起來了 那包括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政府在這裡 我們這個 補礙在這裡 你如果現在這樣 爲了 總共有 二十一戶 可能的 房子 那裡 啊 這的房子 可能這二十幾坪而已 啊 就是你如果牠牠 七坪八坪 你看未來怎麼大 我相信未來 正修 放也不夠 啊 所以我是希望說 這一塊地方 這個房子是 未來 可以把它存給下去 因為 五十公尺 五十米的廊道 已經都足夠了 啊 那包括 未來這個 自由路 要打通到 我們復興路啊 啊 他這裡 在那 後來這裡 就要 踢一座公路啊 啊 這座公路都有高峰 啊 靠天的 喔 有兩間 啊 未來的 我們這個 到這個 那些 復興路這裡 他喔 躺過後 未來又要拓寬 啊 也要踢到 高峰的 的 的 旗樓啊 啊 所以未來的你看 包括這個 達永在這裡 也要踢十一座 啊 這個殘民在這裡 也要踢兩座 我相信這裡喔 啊 未來的這裡 大家的地主 在那裡煩惱到 我一間 新新古古賺的錢 好不容易買一間房子 啊 現在 因為要來 要來配合政府 啊 要用拓寬 我相信他們現在 心都很 惶恐的齁 他本來說要帶帶來這裡 跟我們的市長丁正 齁齁齁 那我給市長 我先跟陳副市長 有先跟 特文貴齁齁齁 我說 是不是說 因為時間也很短 我也就陳述很多 我想說 未來 我們這幾天再找 陳副齁齁 我到相城醋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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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齹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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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可以幫他們解決的啦 因為他們問題這麼嚴重啦 他只有三個重點啦 就是說盡量你如果可以丘三尺 全是這樣的處都不用 聽到啦 那你的路不要再拖那麼寬 可能那些久戶的居民 也可能不會聽那麼多 包括這裡還有一間廟 一個媽祖廟 調完工啦 這是我們破壞你所有 家裡人一個中心的信仰 未來也該怎樣聽它 所以大家對這個期待 真重要了 所以因為我的時間 不很多我看我時間的 我們統領 那 政府事長我自己趕要時間 再加這些τη主 來做一個協調啦 億וכ 謝謝請方心源 謝謝議長 請在庫域主管 各位議員同仁、新聞媒體、各位視頻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大家都辛苦了 本身有跟我們兩個問題而已 第一個問題就是 政府主管、蚵仔鳥魚港 南北防波堤延長的延伸案就對了 過去都不足 防波堤都不足 很多的作者 我們魚准進出非常非常危險 這種事情 本身在議會一定在處理歡迎 但是我們海遊郷 一定都沒有做一個上社的改革 有就是保障 蚵仔鳥魚民生氣、財產的安全 蚵仔鳥魚民可以非常恐慌就對了 但是市長在我們 拉丟 這個主管、蚵仔鳥 這個六成的時尊 就是蚵仔鳥六成的時尊 蚵仔鳥大樓六成的時尊 你在現場有支持的時尊 在那兩千空十四年的時尊 七月十幾乎 在整年兩年前的時尊 你在那支持的時尊 你當中就跟蚵仔鳥魚民來代言 說你要用最快的時間 快來完成這個南北防波堤延伸案就對了 但是本省一定在歡迎 已經兩年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來做一個建設 當然蚵仔鳥魚民都非常緊張就對了 所以在這裡本省先跟我們簽文 這個案子已經在當中答應 蚵仔鳥魚民朋友 這個案子到底當時可以完成 請市長先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蚵仔鳥魚民 大概就是說 因為蚵仔鳥魚港 這個南波堤 這個延長這個部分 這我們跟蚵仔鳥要蒸出一些經費 要來辦理水工模型的試驗 因為這個工程也是非常的龐大 這也關閉到我們的內政部和國土流失 這個整個檢討 這個部分我知道我們的海洋局 整個報告 整個這個規劃 申報等等 這個都在進行中 那我會覺得 我們對蚵仔鳥魚港南波堤 這個部分 我們從來沒有放棄 我們會繼續跟中央一夜所來爭取 蚵仔鳥魚 那個 蚵仔鳥魚水工模型 那個四百萬 已經都完成 都做好了 現在接三個就做好了 現在是剩經費的部分而已 剩經費要把中央蒸出 中央蒸出 我們要把蚵仔鳥蒸出 如果我們入圍 大家到三天 這就在進行中 就是說這個部分 你如果他拿比較頭正的 你就知道大家現在財源都悠閒 你如果他累比較頭正的 他就優先辦 如果一夜所現在的沙署長 他沒有同意沒有給我們補助 那我會覺得說 我們會繼續爭取 不放棄 你如果說中央沒有給你一個答案的時候 你如果比較有話說 你現在如果把蚵仔放在後面的時候 沒有啦 你不能預測我們把蚵仔放在後面嘛 每一個市民的重要建設 我們都是列為最重要 但是這個需要跟中央配合 我們來努力好嗎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 好 今年另外一個案就是 說今年 頭高明年高院 有提起了 今年我們一月份的時候 這場的寒流 就先我們 我們海山這個部份 英安米樂煮過這個部份 大家一夜損失 可以非常嚴重就對了 但是我們政府的動作 總是慢半拍就對了 本席啊 那個現場你看就對了 看到這些市民吼 他們在那裡 給自己的死魚 他們在那裡老白 但是 又沒有人在那裡 要他逗三天 本席在那裡 有這件事 又去到那裡 對不對 我只是你了解說 每天我們剛才的事 就是都怪中央 都怪中央的正義 但是救災 總是我們地坑自己的正義吧 我們是要地坑自己 要一級單位 我們就要去付這個正義 所以我才不是要請到市長的說 今天這個救災這個部份 到底有什麼人去主導的 所以市長先給我回答一下 請問安米獨含害這個部分 方言 我會認為 我們要求 請一夜宿來協助 我們的養殖業 這個部分 比較是面臨很大的艱苦 但是要把那些魚 在農業過年前後 要怎麼把它撈 我們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公務局 環保局 是一大尊召集所有的人力 高雄市政府 投入很多 那我們這個部分怎麼會說 我們都一直怪中央市政府 我本來是要請到市長的說 這個權責 到底我們市府是誰人來負責這個部份的 誰人去召集各局處來召開這個部份來 全權負責的 我想中央一夜宿 面對這樣的天然災害 當然有它的責任 那高雄市政府 我們能夠協助的部份 那我想我在這個部份 我們就進我們這個部份 他為了 避孽數還沒核定 這個部份你有拿去 我想這個部份 我們去公授陸續的補件 那我們會轉到一夜宿 當下救災的時候 本身是比較在乎 當下救災的時候 你就知道現在天然災害這麼多 對不對 當下救災的時候 市府到底是誰人的權責 海洋局 海洋局 養殖業 養殖業是海洋局來救災 但是 市長你有收到嗎 海洋局要去統籌 包括雪綠局 包括我們農業局 各局處的時候 他到底有沒有能力去指揮這些 當然有能力啊 我們陳副市長 跨局處可以協調 面對這麼嚴重的災害 你如果像這麼大的嚴態的時候 你如果像 我們在台南市 由我們 副市長 甚至市長 我們現在是副市長處理啊 對啊 來直接指揮的時候 我相信你們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沒有這個問題嘛 你也知道這牽涉到我們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問題 信息的能夠成績比較高 有啊 市長都親自到場 副市長現場指揮 這樣成績還不高嗎 你是到現場指揮 沒問題了 但是你 統合的協調的時候 我去到 市公所的時候 我如果問說 那個副市長 到底我們的朋友到底需要多少 他到他人都不知道 黨都不知道 對不對 這樣副公所還是不知道 我是覺得我們可以來 他的資料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 到到那個 這個部分 謝謝方議員的指教 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要求 未來市公所這個部分 檢討 我們希望在未來 我們各局處跟區公所 面對災害的時候 我們的統籌 這個資訊 我們會更完整 大家趕快開火 趕快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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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這些孫生 市長我今天不是 要怪罪聯合一個人 大家都非常辛苦 包括我看到現場的 包括各局處 大家包括 我們副市長 大家非常認真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我面不怪罪聯合人 但是我只是說 是不是 那個效率上 齁 不要把它浪費掉了 大家可以趕快 統合 趕快 你知道 救災如同作戰嗎 對不對 好 大家說 救災如同作戰 快給這個事情 快給八歲 減輕這個損失 就是我們而已 齁 另外就是說 到今天 來已經兩三個月去了 對不對 我們海洋局 到底 現在受到 這個漁業災害 這個 這個補助 這個進度 是夠大了 我先跟我們請問海洋局 現在目前救災 進入到哪裡了 市民局長回答 OK 感謝議長 感謝方議員 我想針對整個 含害現金救助的部分 然後截至現在最新的資料 八蓋 總共申請的案件總共有 1089戶 然後送到漁業署核定的 930戶 這些也都已經撥款完成 那漁業署上未核定的 總共有159戶 那這一個部分也需要 整個養殖戶 跟區公所這邊做補件的動作 我們馬上再轉送給漁業署做核定 其實 我知道很多人都沒聽到 剛才 那個高明年高院也有提起 為什麼 我在每次在議會的時候 我就都有提起 養殖等級證 這是認定的問題 你那時候大家 都沒人要插話 現在到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現在比較客氣 沒關係 我現在是要請教你的時候 現在負責很多都沒拿到這個補助款 是不是都養殖等級證的問題 是不是 我想整個 這個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合於現金救助條件的部分 就像我如同我剛剛講的 已經大概有900多戶都已經 已經 都已經 對啦 那另外就是針對這一個 可能在六個月內 我們輔導它可以正式取得 合格養燈的部分 那我們也已經提出了整個 陸上餘溫的 好 你現在 你現在已經 養殖等級證 這個實施辦法 你如果 已經 已經拿出 我們自治辦法 已經拿出議會了嘛 對不對 是 議會當時可以通過 我想我們也會盡快的 就是說跟法規委員會這一邊 盡量去拜託 好 我要請教你 說 現在目前 補助換信 先進到當時 目前的 補助的部分 大概都已經截止 那我們都有分別造冊 合於現金條件 跟不同的現金救助條件的部分 這裡沒有在養殖等級證裡面 這裡當時可以申請 這樣 我是要請教你這個問題 這樣 議員比較關心的 會說 我實際有在養殖 但是我沒有養殖等級證 因為認定的問題 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辦法申請到這條錢 你當時可以給人這樣 這一些沒有養殖等級證 他已經先有申請整個現金救助 他們已經都有申請進來造冊 等到整個自治條例通過之後 我們會針對他的養殖等級證 去把他做合法化的 輔導 他們合法化的處理 所以說 局長 你會說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 以後六修哥來行進這個補助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是 他們已經都進來補助了 公所也都已經分別造冊了 所以是絕對是沒有問題 我們只要輔導他完之後就可以 因為比較關心的就是 他沒有辦法拿到錢而已 理教 所以說 本席在這裡 拜託你把這個速度 可以趕快就對了 是 我也已經拜訪了 也跟拜託了這個 張豐騰議員 他是議會整個法規委員會的 召集人 所以說也希望他能夠加強 盡快能夠再通過這個 自治條例的修正案 好 謝謝 謝謝 這條可以跟海洋局這條通過 我們總共這個海洋 這個損失總共 將近八億 這個非常的 非常的多 金額非常的多 受災面積也達到一千六百 零二公頃 實際的受損面積也更多 但是 以後全球氣候的暖化 我本身認為說 這以後絕對是一個常態 但是以目前我們事務團隊 到底有沒有能力 來協助我們的移民 度過這些災害 這是移民目前大家所要關心的 對不對 包括目前事務團隊的一個團隊的力量 因爲是 本身 這 今天這個受災故 本身 一定跟他們做一個過通再聯繫 他們非常的擔憂就對了 但是 本身在這 要先請問海洋局長 就是說 為何這一次 寒海 高雄市 跟屏東市 都同樣都是 在我們的寒海六度以下 但是 屏東市 卻在 卻在 這個寒海的 這個狀況之下 他的照片魚 一條魚就沒有冰島 這非常奇怪 是不是你可以請問海洋局長 你是不是可以簡單給我解釋一下 他們的專業度到底到哪裡 他們今天才 連一條魚 冰島都沒有 但是 我們高雄市 巡視這麼大 每一半都是隔壁而已 是不是局長你請你給我回答一下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方議員 我想整個在1月24號這個 包含期寒流的時候 其實整個屏東的 當時的 氣溫跟我們這個 高雄這一邊的溫度 其實還是有一些差別啦 當然 我們整個平均來講的話 在 所有的養殖戶 在低於水溫 可能低於13度之以下的時候 可能整個 對整個養殖 這個魚類的部分的損傷 是非常的大 那當初其實在 另外再加上 就是說整個養殖魚戶 在 隔天其實 一直沒有放晴 然後整個水溫 水體的部分 沒有辦法 溫度能夠有一個 比較快的回升 那這個可能跟 屏東那邊的條件 其實大概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 其實另外再加上整個 我們可能在過於 我們的可能養殖戶的部分 整個放養量的密度 比較高一點 所以說這個可能也是另外一個可能 影響的工程 其實這可能是 你探討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說 以專業度我認為 本習認為 這絕對是不是主要的原因 你在養殖業的話 你如何去保障這個魚類 不會是死亡 這是你如何去調整 最重要的是水溫 對對 但是在屏東 為什麼一隻蜘蛛 我就會變土 不會變土 等於他的專業度過 他們在屏東市 屏東縣政府 他們的專業度 也許比較好 我是不知道 也許他們是專業度比較好 他們是利用淡水跟海水混合 因為你知道海水的溫度 比較低 甚至達到22度至24度 你如果可以做一個混合的時候 來提供給這個移民來做養殖的時候 他就能達到一個 恆溫的一個效果 市長這個 是大家可以做一個減透的 為了這樣保障我們的漁業 是不是 我們怎麼可以學過 賓賓的他們的專業 可以提供漁民 像這個保溫 可以比較恆溫的海水 跟淡水 這個作為一個混合 達到 這個恆溫 保障我們的未來 是減少這個寒害的一個損失 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拜託局長 都要好好研究一下 因為你就知道 包括我們 我們有鑽石水 對不對 你就知道鑽石水最好的 什麼叫鑽石水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知道啦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 當然就是 利用中油這個 用海水來抽 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系統啊 沒有這種系統 就是說淡水跟海水做混合之類的系統 另外就是 來提供給給我們的移民更好的一個養殖環境啊 那另外其實就是 這個涵海的過程 未來面對其他氣候 所以我本身在這裡 拜託我們的 我們市府團隊 大家能提出 提供更好的一個專業度 讓我們的移民 減少更多的一個損失 當然不是打移民而已 甚至甚至各行各業 能夠提供更好的一個專業度 大家都可以在高雄市 最好幸福的都市 這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因為時間的關係 在這裡感謝大家 市府團隊的主管 大家都辛苦 謝謝 接下來的時間 我給曾議員 謝謝 請曾議員發言 我在發言之前 我們一點時間 借給我們劉議員 劉慶正 市長 首先我要代表這個大溝鼎的祝福 對市長早上積極的回應 表示感謝你 萬一真的要拆的時候 安置啊 安置啊 市長要做指示 要指幾個局促 要趕快要你一個 按置的一個辦法出來 市長能不能 就是回應一下看看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好不好這個辦法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劉議員 我們非常重視大高店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想 我會不斷的在跟他們溝通 那我們現在也跟他們的自救 為了我們來民政局區區 還有 主要的水準 我們會繼續 再跟他們 第一個 我想我們安全是我們最大的考量 那來整體齊山地區 這個自衛 到這個部分 來做安置 我們會再跟地區 會跟他們繼續來討論 那至少我跟 我們秉持對弱勢 這個部分的照顧 跟等等 我想跟過去留言在市府團隊 我想我們的原則方向 都不會改變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市長 市長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因為上一次市長有指示 因為那個美農 南農幾陽地區的養殖業的問題 那養殖業問題呢 上一次我曾經跟市長報告 他們是四五十年來 當時 就是四五十年前 那個地方都是 去挖的這樣一個地方 所以沒有辦法農作 所以呢 他們還會去養蝦 過火 所以呢 上一次我跟市長報告了以後 他們做了四五十年 現在突然面臨到說 違反區域計劃法 所以呢 一直面臨裁法的問題 地震局也為這個非常頭大 好 那上一次呢 我質詢了以後呢 有指示 請地震局 農業局 海洋局 甚至於都法局呢 能夠積極的來 看輔導他們合法化 市長這個非常的重要 好 那事實上呢 上一次開完會之後呢 我並沒有接到任何的進度 的這樣的一個訊息 是不是 我們政府存在的目的 就要解決 百姓的問題 好 因為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呢 一定會 地震局會有 不斷的有困擾產生 好 包括農業局呢 他一定呢 因為不斷的把這個案子 送到 與我所了解 不斷的送到地震局去採訪 所以呢 我認為 解決我們各局處 同仁的困擾 包括解決百姓 他利用這些農地呢 能夠合法的使用 一個上一次市長的指示呢 是不是能夠積極的 輔導他合法化的 是不是能夠積極的進行 是不是請市長回回應一下 謝謝 請市長回答 謝謝劉宜妍 有關於激陽地區美濃的鄉親 漏洞 也不會現階段用七億計畫 好像 這個部分 他們一個不必要的 但是我覺得 他們如果有困難 這個部分 我們不管是 或是地震局 我們都會來協議 我們協助他 就是希望 能夠用輔導的立場 來代替整華 我覺得 我是農民的子弟 我沒有必要 我覺得 整個有關這個部分 如果留言 因為今天時間 很有限 我總是認為 留言 繼續關心這個問題 那如果 我願意 在這個部分 有什麼 我們市府的團隊 做的 或者 可以再加強 相關的急促 會來繼續 在這個部分來加強 好嗎 市長謝謝您 代表 這個美農的養殖業者 對市長 對這件事情的 積極的協助 跟輔導 表示感謝 謝謝市長 謝謝 鄭議員 請發言 謝謝主席 市長 兩位副市長 還有其他 各局處的所長 以及電視機前的鄉親記者 大家下午好 現在到大林埔恩愛的地區去 可以說最夯的兩個話題 第一個就是前村 只要你碰到他們 他們都會問 那些議員 前村 說要前村 怎麼搞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 這些 他們的 負責人 課 害人 在三月十九 我 有一次的控制 所以他們的話題 就是抗爭的問題 他們現在已經 也擬定 四月二十三號 第二次的一個 抗爭的一個 活動 就為了他們的生存 那 前兩天報紙報導說 賴瑞隆、賴立委 在 質詢經濟部長的時候 幫我換到第一 第一頁 第一頁 今天做完他們的 評估的一個報告 賴立委希望經濟部能夠在今年向行政院來爭取預算 那希望明年一百零六年能夠千村啟動 那在一百零七年能夠完成頒遷的事宜 那經濟部也已經核准大林埔千村評估的一個報告 而且報告已經送給行政院審議 報告朝著先處理千村 暫不考慮後續土地使用的方向的一個 那 那也希望市府應該協助完 很清楚 大林埔沿海地區 真的不是一個人住的地方 這邊的污染真的是達到 沒有一個人能夠承受的一個污染了 那現在也已經有眉目要千村 那我們也很感謝 除了市長以外 之前的李永德副市長 以及劉四方劉 是否是找行政院找中央能夠來完成千村這個動作 但是已經有一點成果了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現在經濟部已經把這個評估報告送到行政院了 我們希望市政府未來地方是民進黨 那中央也是民進黨 同樣是一條邊的一個政治的一個連線 我們希望真的在107年能夠完成千村的一個事宜 我們希望市長不要把不容易爭取到的這個機會 我們希望市長能夠為大林埔地區的一個千村 再做多一點的一個努力一個幫忙 好下來我們提到 輕軌 輕軌 現在已經 建設到西八了 那 在這段期間 從10月31號就開始 就是 營運的一個動作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感受到非常多的人 因為 我們高雄 而且可以說是整個台灣 是第一條的輕軌 所以有非常多的百姓 排隊 去做這個輕軌 去做這個輕軌 跟這個輕軌的地方 跟瑞隆路 這個地方 整條的一個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 就是 我們看到的 還有這個二十二項的一星路 以及我們凱旋山路的這個十字路 那因為從 港刷 往市區 的 號字 所以啊 車子從 瑞西街 的 紅綠燈 開始能夠 通行的時候 他走完 這個輕軌跟凱旋山路 到了 我們這個二十二項 一星一路 二十二項 這個地方 整個車子 都堵在這裡 整個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通行 然後 綠燈亮了 再往前 線德路這個地方 可以說 沒有幾部車 沒有幾部車 同樣的後面 全部 阻塞啊 也去看了 一點已經有同步了 雖然是同步 但是因為 凱旋路 西西街 到這個一星 一路二十二項 這個地方 他還是 非常非常 那這樣子 造成的 汽車他不能走 他會等在那裡 但是 機車啊 他們騎的機車 為了這個等待的時間 太久了 他們就是 本來應該來講 是要 兩段式的一個 走法 這樣是安全的 可是 因為等待的時間 已經 已經 太久了 這些機車啊 他們就是 走這個 我們所謂的 高雄市的 走轉 就是直接啊 逆向啊 就逆向 就 往 往他要 走的方向 去 哇 綠燈嘛 他可以 前進啊 然後到這裡 又是綠燈 他可以這麼 方便了 就可以 往他 想要去的方向 如果你是 兩段式的一個 走轉 很難為時間 跑到這裡來 又紅燈 過去 又要等 所以啊 變成就 就是用這種方式 違規的方式 取得 他們的時間 這樣非常非常的危險 那幾乎每個 路口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狀況 那還有 中華路啊 跟那個 振興路 跟這個 輕軌交接 等於西市的地方 西市啊 這個 這個路口 一樣的 我們從中華路過來 從成功路 轉到凱旋路 車子 往這個方向 然後 要往 振興路 走的地方 因為 我們 把這個 輕軌 透寬了 變成馬路啊 沒有機車道 沒有機車道 變去機車啊 同道 那到那個 路口的時候 他們要 右轉 右轉 在舊的凱旋路 然後 右轉 經過 新的凱旋路 然後 疏散到 新的凱旋路 或者 經過 新的凱旋路 進入 振興路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機車 通道 第一個 危險 那第二個 危險 就是 它 紅燈 汽車 機車 都等在舊的 凱旋路上 那 我們是這樣子的 建議 希望 這個時候 因為 往 西轉 到 新的 凱旋路的地方 它是 綠燈的 如果 能夠讓 機車啊 在這個時候 紅燈 可以 右轉 它可以 直接的一個 疏散 直接的一個 疏散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 右轉過來 又遇到 紅燈 變成 等在輕軌 這一條 馬路上 這一條 輕軌的路上 非常的 危險 然後 又因為 我們的 十字路口 燈號 的 號字 還沒有辦法 很完整的 把它 處理 很好 所以 凱旋路啊 只要到 整條 凱旋路 中山路 都非常的 塞 我想 這個是一個 大問題 大問題 我想在 上會期的時候 我們也 執行過 我們的 檢舉的 局長 那我也告訴你 在西二的地方 在西二的地方 就是 離子內戰那裡 喔 因為大家都在那個地方 等捷運啊 等那個輕軌 所以啊 等久了 因為半個小時 才有一班 輕軌 所以 大家 有一些人 他等不及了 他有內急了 喔 不好意思喔 他內急 他沒有廁所 他就 跑到 這個 舊的 凱旋路旁邊 有 一個 凱德公啊 就是一個宮啊 宮沒有人 腳沒有人在那裡 他就去拼旁 就在那邊方便 就造成 整條路 很臭 那這邊的百姓 大家 就很生氣 希望 他們的里長 幫他們伸張正義 那里長來找我們 我記得 我在上會期 也跟我們的 呃 局長講了 局長說 呃 有借 跟人家借廁所 那我要告訴你 在那邊等車的人 有誰知道 哪一家 的廁所 是可以使用的 我今天去看了 結果也沒有指示 說如果你內急的話 你可以到哪一家的 家庭裡頭 去他們裡面的廁所 能夠去方便 也沒有 那些里長 在前兩天 又告訴我了 他們說同樣的 因為他們找不到廁所 同樣的 就在路邊 就方便起來 同樣的 造成他們那邊的一個環境的污染 所以我在這裡再次的呼籲 我們的局長 要怎麼樣 解決我們 因為有了輕軌 然後我們需要 來 做一些 怎麼樣的一個改變 讓我們的交通 的打劫 能夠 降到最低 那這個 方便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我想 必須要去正視它 不要只說 有借了一些的 家庭式的一個 港舊 我跟你講 誰知道 借哪一間 那大部分 因為外來的客人 很多的家庭 人家不願意 一個陌生的人 到家裡面去方便 我想這個是 很多人 不願意的 所以 我曾經建議過 是不是使用那一種 流動式的廁所 是不是考慮一下 我也不是很了解 我們 捷運局 怎麼去處理 或者是捷運公司 那下來 我剛剛講到了 就是 我們的 大寧浦那邊 不只大寧浦 寧遠 永安 很多地方的移民 為了我們的 這個 洲際 中心啊 在那邊 挖掘 要造 第二個 洲際 後櫃中心 那而 產生的 魚苗死了 然後這些移民啊 如果要到外海去啊 他們還是必須 要 落到 所以啊 第一個 魚苗沒有了 魚沒有了 因為你 你的挖掘 讓魚都跑掉了 他們沒有魚好捕捉 第二個 他們 繞道到外海 他們一定要 第一個 時間 第二個 好油啊 油料啊 要油很久 繞到他們的身份 啊不然魚都跑掉 這是一個 民生的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為了他們的生活 為他們的生存 所以啊 他們 開著他們的船 駕著他們的船 就在那邊抗議 抗議 交通 那個 港務公司啊 就是說 他們就是 要外出的 收集後備收集 第二個 他們要有 有地方 所以他們繼續去 照顧 地點 但是 我們身為 市政府 這些移民 也自我 市政府 市長 您的外型 那 您對這件事情 您的看法 您想 您可以 要 市長 請市長回答 謝謝 我們的港務公司原本應該在這個部分 來跟我們的移民、移會、電風、移會 大家來互相交通 跟他們說他們有去顧慮到他們的生計 或是說他們這個部份將來大家如何 可以創作誰贏 國家很重大的建設 洲際貨櫃中心 也是為了高雄港的發展 但是他們在這個部份 跟港務公司的一個溝通 好像都沒有建立 那當然我們高雄市政府非常關心我們的移民 那我會透過我們的海洋局 電風的移會 我們希望說大家如果可以 保障的協商交通 了解營空的目的 大家可以協商 這樣事情就很緩緩 如果說在這個部份 他們還有什麼訴求 這個訴求 聽到港務公司的立場 他們做得夠嗎 合理嗎 我想我們的訴求 要是非常的合理 我們高雄市政府會持續關心 如果這個中間我們能夠集中 溝通協調 這個我會跟我們的海洋局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 休息十分鐘 不准 不給我 謝謝 請問 這一點 請問